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本在今后7年在5G上的总投入大约是480亿美元 仅为中国的四分之一 如果以5G将在2020年开始商用算 10年间 5G将在商用当年就带动约4840亿元的直接产出和1.2万亿元间接产出 到2030年 直接经济产出将达到6.3万亿元 间接产出将达到10.6万亿元 5G与现行的4G相比 实际速度最大提高至100倍左右 在5G的用途方面可以进行全景视频 自动驾驶汽车 远程手术 虚拟现实 智能互联 全球统一资费 如果要说的更直白些 那就是用5G网络后下载1G电影只需0.8秒 如果5G商用后 大家想用5G网络中什么功能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我就关注收藏或转发一下哟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 更多顺库科技 请关注Well Cool